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 現屆立法會延任不少過一年 直至到下屆立法會任期開始為止 政府表示議員延任的時候 無須要再次宣誓 政府發言人說 根據宣誓及聲明條例 以及立法會議事規則 第六屆立法會議員 在立法會未來一年 繼續履行職責的時候 無須要再次宣誓 現屆立法會目前仍然有四席空決 政府說為了符合選舉公平 公開的要求 以及防止疫情擴散 現階段無計劃 在2021年換屆選舉之前進行補選